这个声音,你听一下声音怎么样,听一下声音,抓紧,喂喂喂,没事,不用那个,怎么样,声音可以啊 韩总你好,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,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,为什么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中国熊猫杯的华裔学生中文演讲啊,中文系列比赛呢 我想是这样,这个在这边的这个华裔学生啊,在这边时间长了,毕竟学中文的条件呢,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比赛呢,主要还是激励这些华裔学生来这个学好中文,这个我觉得学好中文至少有两个,对他们来说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呢,对他们以后的这个职业的发展,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啊,这个搭乘祖籍国这个发展的这种快车啊,这个是,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,也是一个财富 第二个呢,作为华裔学生,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呢,他们也能了解这个祖籍国的这些文化啊 能从这个文化当中呢,也能滋养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体会吧 然后这样也会帮助他们呢,跟各足一的学生啊,做很好的交流 然后呢,这样呢,也会这个一点一底的吧,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呃,也为宗家友好的贡献力的 好,这样真棒,谢谢您,谢谢韩总,好好好,OK,好好好,OK 好,OK